为了推广全民运动 积极镇公所日前与水利署 第四河川分署共同办理 113年度镇长杯 坐球要请赛寄水支援宣导活动 吴镇长表示 坐球要请赛已迈入第二届 相当欢迎选手们来到极其比赛 未来也会持续办理 让选手们可以透过赛事来做交流 积极镇公所举办坐球要杯 镇长杯第二届 因为定年一半的时钟 得到我们各位的好朋友的回响 公伴之后我们很有意思 很有很踊跃的参加 我们今年就扩大几半 也感谢各位好朋友来共享盛局 可以来一集参加这段华冬 让我们这次华冬 竟然更加豐富竟然更加共赛 桌球是一个很好的运动 它可以凝聚我们的专注力 可以让我们的身体的协调力 更加的美好 所以全民运动 还是我们管长支持一张行动 所以我们政公所就配合 我们全民运动的方向来办理 这次的桌球邀请赛在公所 与第四核酸分属的努力下 不但规模比去年大 分属长也强调 希望透过赛事互相交流的同时 也向选手们 宣导争取水资源的观念 那这样的一种场合非常好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整个的水资源的议题 在这个国际上 特别在台湾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那在以球会友的这个过程中呢 那我们除了大家比赛运动 那那个我们也可以来互相的 来宣导就是水资源的重要 大家要节约用水 要来爱护我们的母亲和 爱护我们的一个左水溪 那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都是第一名 先远成熟会黄春莲指出 桌球是相当适合老少的运动 肯定真公所 重视运动推展的用心 也希望明年度能够扩大举办 让各多人有机会可以参与 每一个选手来到这边 都是以以球会友的精神 来参与这场的桌球比赛 相信呢 只要所有的所长 愿意来支持 所有的单向的这些体育的赛事呢 我相信我们南投县 未来的这个运动风气 一定会做一个提升 基地真公所在规划 让我们桌球的爱好者 能够提供一个比赛平台 切磋球技 未来将结合我们中央机关 扩大举办 让我们桌水溪的沿线 的球友能够一个 比赛竞技的一个比赛平台 也借着这个运动 提供给球友一个 良好的运动习惯 及保持身体健康 公处也强调 正常被坐球邀请赛 已迈入第二届 未来将会持续争取经费 扩大办理 推广坐球运动 记者邱平义 及几次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